二月三日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给 有无限的妙用 懂得包容 懂得和平 懂得谦让 懂得尊重 懂 有无限的妙解 世界上 懂得不失别人的 就是最富有的人 世界上 只会贪图别人给自己的 是最贫穷的人 一般人 给自己很容易 给人很难 但是 如果不播种 怎么会有收成呢 如果不给人 怎么会富贵呢 给 是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份心意 给人一点服务 善的给予 美化了人生 净化了社会 给 才能维系 人间社会 彼此之间的和谐 有一些不当的人 也有反面的给 给人烦恼 给人伤心 给人难堪 给人障碍 如四十二章经说 养天而拓 拓不至天 还从己堕 逆风阳尘 尘不至彼 还笨己身 把不好的给人 固然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即使把好的东西给人 也有层次上的不同 金钱的施给 还是比较容易做到 说好话的人赞美 就是难得可贵的美德 给人的佛法 真理 信心 无畏 平安 自在 才是 无上的功德 文思修 给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善的给予 美化了人生 净化了社会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